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通过课文我们还要学会如何叙述病情 本课的讲解共分为三个小单元 其中的知识要点分布如下 有些小单元可能包含多个知识要点 请注意认真听讲 每一个小单元的最后会有小练习 来测试大家的掌握程度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それ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在学习目标中 我们提到过 本课要初步掌握几个助动词的用法 我们先来明确一下助动词的概念 助动词主要接在动词为主的用源后 增添某种意义 并起到补助叙述的作用 而且助动词本身不能单独使用 具有活用变化 在这一刻 我们会学习样态助动词和笔框助动词 下面先来看第一个小单元 在这个小单元 我们要学习样态助动词 ソーダ的三种用法 以及如何用疑问词加上demo 来表达全面肯定 来看一段小视频 在刚刚的对话中 Ko-san在表达这里的菜看上去好吃 O-san提醒Ko-san 他的包快要从桌子上掉下来了 以及Ko-san推测 明天可能去不了欢送会的时候 都用到了量态助动词 ソーダ 美味しそうだ 落ちそうだ いけそうもない 是该助动词的三种用法 在绘画中的具体例句 由于样态助动词 ソーダ的接续方式 有些复杂 所以我们先来详细看一下 大家来看这个表格 首先 表示肯定时 用 形容详词词词干 形容动词词干 动词的MAS形 直接加上 ソーダ 需要注意的是 意义和YOY 接续方式比较特殊 要变成 YOSASO-DA 的形式 表示否定时 形容词 形容动词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 一种 是将词本身 变成否定形式后 把结尾的 NAY 变成 NASASO-DA 这里 把NAY 变成NASASO-DA 也是一个特殊的 形式变化 我们以SAMUI 这个词为例 先把它变成 否定形式 SAMKU-NA-I 再按照 NAY 加上SO-DA 的接续方式 变成 SAMKU-NA-SA-SO-DA 另一种 是形容词和 形容动词 本身不变 通过把SO-DA 变成其否定形式 SO-DE-WA-NAY 来实现 动词 要用MAS形 加上SO-NI-NAY SO-MO-NAY 或SO-NIMO-NAY 来实现 希望大家 记住这些词例的 接续方式 并通过练习 熟练掌握 接续方式 讲解完毕 那量太主动词 SO-DA 有什么样的 用法呢 刚刚的绘画中 出现了 おいしそうだ 这句话 这里的SO-DA 表示 根据事物的外观 或视觉 做出的判断 それでは 私と一緒に 例文を 読みましょう この荷物は 美味しそうな料理が テーブルに 並べてあります 细心的同学 可能已经发现了 例句3的 SO-DA 在修饰名词 料理的时候 变成了 SO-NA的形式 这是因为 助动词 SO-DA 活用形式 和形容动词 一致 如果修饰用言 会以SO-NI 的形式出现 在接下来的 学习中 我们会给出 相应的例句 我们再来看 量态助动词 SO-DA的 第二种用法 在绘画中 O-SAN 提醒O-SAN 它的包 快要从 桌子上 掉下来了 这里的SO-DA 表示 某事态 即将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用法的例句 この家が古くて 今にも倒れそうです この家が古くて 今にも倒れそうです 女の子は 泣きそうな顔で 元気でね と言って 汽車に乗り込んだ 女の子は 泣きそうな顔で 元気でね と言って 汽車に乗り込んだ 見て 虹が消えそうになったよ 見て 虹が消えそうになったよ 在上一组例句的讲解中 我们提到过 SO-DA的活用形式 和形容动词一致 在例句3里面 SO-DA 修式动词 NARUSH 就变成了 连用形 SO-NI 希望大家 除了SO-DA 前面的接触方式之外 也能注意到 SO-DA 本身的活用方式 做到正确使用 下面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 样太注动词 SO-DA的最后一种用法 在绘画中 コーさん推测 自己可能去不了 幻想会时 用到了这个句型 推测的用法 我们来看 这种用法的例句 今日のテストは うまく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悪い点数を取りそうだ 今日のテストは うまく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悪い点数を取りそうだ 風が止みました 明日はいい天気になりそうです 風が止みました 明日はいい天気になりそうです うちのクラスは この試合には勝てそうもない うちのクラスは この試合には勝てそうもない 在例句3中 出现了SO-NI 的形式 这是样太注动词 SO-DA 在接动词时的 否定形式 不只是动词 形容词 形容动词 在接SO-DA的时候 也会有否定形式 请大家一定要掌握好 我们刚刚讲过的 SO-DA的继续方式 在这个绘画中 还出现了疑问词 加上接续注词 DEMO 的用法 用来表示全面肯定 比如 下面的句子 また いつでも 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 タナカさんは 誰にでも 優しい人です 大家通过例句 可以看到 我们既可以用 疑问词 直接 加上DEMO 也可以像 例句2のよう 为了表示 田中 无论对谁 都很温柔 这样的意思 使用疑问词 加上注词 に 再加上DEMO 的形式 其他的注词 也可以根据 表达的需要 和DEMO 一起使用 我们刚刚 主要讲解了 量态注动词 SO-DA的 接续方式 和三种用法 大家学会了吗 下面 我们来做一组练习 请大家 用所给词的 正确形式 运用SO-DA 来完成句子 之后 再把这几个句子中 SO-DA的用法 进行分类 请大家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